检查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 我们做操队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出去 不管解假日 都每天都有做操队在外面活着 这样就保持全方位的 全天候的 随时随地的检查 尤其是解假日 下班之后的时间 对各单位 继承单位来说 也是我们做操需要加强的时候 所以这样做是比较对队伍建设 那是有好处 现在是在检查什么呀 我检查他的那个 那个周证违章室的罚款 有没有那个散乱那个情况 有没有超标准罚款 这样的情况 我来看法 如果发现超标准 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如果发现这个 他违反那个散乱的有关规定 进行处罚的话 我们一方面 就是当场与纠正 另一方面 我们发那个 督察 建议书 责令他们单位 对他这个民警进行纠正 谁扎公安机关的牌子 我就扎谁的饭碗 因为公安机关 它是一个整体 它是党和人民 联系中一个桥梁 一个窗口 如果是我们整个公安机关 整个公安民间 都辛辛苦苦地赶工作 那么就是那么几个人 在里面 一发办事 我在迅速忘法 我在违法乱纪 深夜整个公安机关的现象 那么 使我们公安机关的威望 在群众降低 影响我们整个之法 那么我一定要把你 清理出公安机关 在乌西 公安局是全市所有窗口单位中 群众满意率最高的单位 他们已经成为 乌西精神闻名的一道风景 今天又是卢伟堂班 几位市民在街头扭惑一个小偷 卢伟他们随即赶到现场 从你这个角度上来说 老百姓对这个治安环境 他们的满意程度有多大呢 应该说老百姓对 积安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只有少数 只有少数的老百姓 认为治安不好 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认为 是武器的治安是比较好的 那你觉得好吗 我觉得我相对全国来讲 我们的武器治安是好的 很自信 很自信 作为民警察来讲 我说应该很明确地讲 武器的治安情况是很稳定的 整个改革开放和经济介绍的 顺利进行 它也离不开 这个稳定的一个社会环境 社会不稳定的 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所以我们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那当然 你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个就是 我认为是 为人民群众 莫利益 一个很具体的一些大事 美国通用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等 14家国内外大型企业 已和上海国际汽车城 签订了入住意想书 及项目合作协议 这是东方台报道的 今年是全国电力行业的 优质服务年 电力部门再次向社会承诺 即时送电即时维修 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但是记者近日在浙江省 台州市采访时发现 这里的供电部门 以提供优质服务为手段 谋取私利 从电信局为职工优惠来 2000多部小灵通 小灵通是一种本地无线电话 由于它携带方便 花费低 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在台州市电业局下属的 焦江供电局和陆桥供电局 采访时 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 告诉记者 他们现在人手一部小灵通 全部是从电信局优惠来的 原价为950元的小灵通 他们只付了100元 但是对这种近乎免费的优惠 供电局的领导并不满意 台州市电信局的一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 像这种机型的小灵通 950元的价格已经是最低价了 无利可言 100元一部卖给供电局 今是成本价的九分之一 那么电信局为什么还要亏着血本 卖给供电局呢 如果那样会怎么让那样的话 这的话我们就 对一朝旷买会 为什么旷买会 电力就是家 就如果不优惠 他们会不会在这个供电上 给你找些麻烦呢 那是不优惠 以前找出这个麻烦的量 以前呢也是有麻烦的 不能说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不能说 据了解 台州市的电信部门 优惠给供电局的小灵通 多达2000多部 为此少收了160多万元 那么电信局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呢 在陆桥电信分局 记者看到了 供电局和电信局签的协议 协议规定 供电局在购买小灵通时 电信局要在价格上给予优惠 而供电局则保证 为电信局提供优质服务 电信局给供电局优惠小灵通 可谓是亏了血本 得到的却仅仅是一纸提供优质服务的承诺 即时供电 即时维修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是供电部门的工作职责 但在台州市供电部门 却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 据了解 这种出售优质服务 换取小灵通的歪风 始于焦江供电局 由于无人制止 陆桥林海等供电局 纷纷反而笑之 致使这股歪风在台州的工电部门 越演越烈 这是中央台报答的 教育部考试中心有关负责人 日前指出 爱普短期内不可能取代托福 近日有关媒体报道 美国将对申请到美国留学的 外国学生的英语资格测试 做出重大调整 明年起在华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中广影视传输网络 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 五大主体单位之一 颁布着我国广播影视传输网络的 建设营运和发展的任务 目前这家公司直接拥有 3.8万公里的 国家广播电视光纜干线 租用了24个卫星转发器 传送着46套电视节目 和100多套广播节目 并且通过300多万公里的 全国有线电视网 连接着1亿多有线电视用户 中央台记者报道 今年12月20号 是澳门特别行政区 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 连日来澳门各界举行了多种活动 共同庆贺这个重要的日子 澳门基本法 例行的红嘴鸥数量同步统计表明 今年冬天经过春城天空的 红嘴鸥数量达到了三万三千只 翱翔在高楼大厦和湖光山色 之间的红嘴鸥 一直是春城昆明 冬天最迷人的风景 据专门对红嘴鸥 进行研究的专家介绍 关于红嘴鸥到昆明月东的历史 等转化多干净 Asus areas in the Gobi Desert where the soil is rich and fertile 我们从这边走 卡尔景是为了解决 当时农业用水和这个饮用水 而创造发明的 in the arid areas of central Xinjia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lies solely on irrigation capabilities 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当中 新疆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和生态环境的建设 也都要建立在水利建设的 进一步的发展的基础之上 新疆的经济 the vast areas of Xinjiang are favor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ts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ies however due to traditional farming and grazing methods farmers and herdsmen's incomes are lower in this area compared with many parts of eastern china 我们那个三文山子有了三百多羊 我们叫十二个人 你算好 一个人 你分开头两小块钱都没有了 啥都没有了 现在我觉得那个十多的油 全的油 中文字的资源 对于在中国的地域 中文字丶达到 新疆地域 城市中文字丶达到 在这的时候 有16串原子业的第一批 分开 五串二 and second tier Myth 在新疆 发展时 在新疆地 Sponge 区的地域 在新疆中文字丶达到 中国新疆地区 贮的十二美元 US열 建设 第二次 其是 第二批 优务特抗 which will be in us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Xinjiang is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s to bridge trade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neighborhood countries. In this way, merchants from Middle Asia and West Asia can purchase Chinese products in Xinjiang, as well as Chinese merchants having access to the products and markets in other countries. I didn't recognize it, but I didn't recognize it coming in at all. But this area is still the same, in the old times it's very similar. But just the outskirts, I mean, having streetlights and the cars, motorbikes, so mainly it was mostly bicycles and donkey carts. It's really changed. Once a week, Kashgar's population swells by 50,000 as people stream into the Sunday market. Walking the badger market streets and watching the colorfully dressed Uyghur and Hui, I see a proud, resourceful and optimistic people. Their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extends far beyond the borders of Xinjiang, as Uyghur restaurateurs and street vendors can be found all throughout China. The Uyghurs are rapidly improving their lifestyle by adopting modern farming,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techniques, while still maintaining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ligion.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I'm Anna-Claire. China is a place that many adventure seekers long to visit. Our hosts take a look at China through their own eyes. For a unique perspective, tune in to Rediscovering China. Hello and welcome to Rediscovering China. I'm Anna-Claire. I'm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in the far west of China. One of the key West China development projects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 pipeline to transport natural gas from Xinjiang to Shanghai. Once the flow of gas starts across the 4,200-kilometer-long pipeline, Xinjiang stands to gain enormous economic benefits. From its extensive reserves in the Tarim Basin alone, Xinjiang can supply eastern China's gas requirements for the next 30 years. Under the vast Gobi Desert on both flanks of Tianshan, under the numerous basins and mountains, are buried a great variety of mineral resources. The Zhunger Tarim and Turpan Basins are rich in both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The reserve of petroleum is predicted as 20 to 40 billion tons, one-third of China's total petroleum reserve. Natural gas is predicted to be 1.3 billion cubic meters. The reserve of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is predicted to be 1.3 billion cubic meters.